老张 他这二楼是没有客房的吗 二楼没有客房 二楼以前是搞餐饮的地方 二楼是搞餐饮的 以前就是个 搞餐饮的地方 一楼是包厢 二楼是大散拍 Hello大家好 这里是老王找院子 今天我们依然是在西双版纳 还是在嘎撒这个 嘎撒镇 这个镇周围有很多的农田 还有一些寨子 今天我们来看的呢 还是嘎撒镇的一个寨子 那我把镜头切换到整个寨子 给大家解说一下 先整体的说说这个寨子的情况 我现在呢 就是站在寨子的大门口啊 从这个门进来 肉眼可见的 我觉得这个面积应该是在 两亩 两亩的样子 两三亩吧 这个样子啊 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院子 这个院子呢 它是说有将近30间一个客房 然后做的全都是比较 古老的那种歹式的这种楼啊 可以看到他以前装修的 这个木质还在啊 还有这个画的这个金币辉煌的这个 这个装饰也都在啊 这是传统的这种歹族的这种风格 院子确实很大 呃院子里面呢 这一棵呢是牛油果树 门口这边有一棵牛油果树 还有好多的斗鸡对 再往里面走呢 这棵 这棵我就不知道是什么树了 反正全是热带的树 零零散散的有个 七八棵树的样子啊 周围 院子确实很大之前也是做过营业的 所以呢现在看到的 这个房子里啊还是有一些以前装修好的痕迹 呃现在呢这个地方 院子还没有规划好 那么房间内部呢也没有做好 他只是弄了一部分 因为个人的一些原因啊 现在就是停止了 那这个院子现在其实就是没有在营业的运营的一个状态啊 这基本上都在养一些斗鸡啊什么的 我看斗鸡是比较多的 我们先沿着这个院子看一圈 然后我带大家到这个歹楼上面去看一下 院子里面有铺好的一条这样的一个 水泥小鹿那么两边这都是石头的它原本 是要做什么就不清楚了啊 你看这全是弄的那种碎石 然后上面落的全是这个菩提叶子 全是碎石然后养的都是一些鸡小鸡苗豆鸡苗 我现在是绕到这个院子的后面来了 呃有一个户外的卫生间改造好的 也是分男女 他是一个户外的一个卫生间 呃我们从这个院子的后边啊可以上到二楼 我们先看看一楼吧 歹族的这个建筑啊 呃之前视频当中给大家说过了 就是歹族比较传统的一个 就是装修的这个风格呢 就是他们会是用木制的这种结构 做成这种像吊脚楼的这种样子啊 吊脚楼就是说一楼是不住人的 但是现在这个呢 呃因为他开发成客房了 所以他一楼还是住人的 那像一般的这种歹族的这个房间呢 真正是农村的房间 他们是一楼不住人的一楼干什么呢 以前的时候养生处或者是放一些农具啊什么的啊 或者现在就是说放一些茶桌呀 停个车呀 哎做一个做个休闲娱乐的这样一个 呃一个场所吧 但是这家呢他因为是要做运营 所以呢你看他已经把它装的像 呃像酒店一样 是不是啊他还有个前台在这个位置啊 有一个户外的一个厨房 完了这还有一个 室内的一个一个厨房 这里面 现在就是这个状态 这是 一个室内的一个大厨房 完了这边呢还有一个 小的吧台 每一个房间都是 呃 他之前做好的 这一楼是有123456789 1010多间可能啊 现在我看到的就10多间 里边呃这间是个 杂物间放的全是厨房的用品 你像这种民宿呢他之前做的就 呃房间是比较简陋的 看看他这个里面 有没有装修好的 这个也是杂物间啊 但是构造是不错的啊 地板也是铺过的 在卫生间啊有这么一个房间 哇进来以后感觉好凉爽 房子没有问题 房子主体是非常非常好的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他们比较注重这个 就是房子盖的这个主体 多数情况下他们会用这种木材 看这种木头啊 呃 也就是说就目的都是进口的 都是从国外来的 然后你看他这个顶 二楼的这个顶也全部都是木头的 所以他这个主体是非常非常好的 就是装修的 呃确实很简陋 没做没做好 那就是说可以给 一些就是没有讲究的人可以啊 这间房子就是装修的 是歹族风格的了 你看他这个墙上 这样子看的话感觉就像是把席子弄到墙上来了 其实传统的歹族民居确实是这样的 他们就是编的这种看像竹条一样的东西贴在墙上 防虫啊也会防潮啊什么的啊 这应该是个布草间 看有很多这样的垫子啊 他们用的那种 呃 用的那种垫子直接放到地上就可以用的 然后也是全部制结构 就是感觉看上去呢是有点简陋的啊 但是每一间房都比较规整 再往里面走 我再看看啊 这边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厅 啊 这比较大 一楼这间是比较大的 这应该是个 套尖吗 这里面是一个套尖 呃 瓷针都是没有问题 凉看都没有问题 主体都没有问题 就是装修不好 他这个蓝色的这个墙啊 也是当地的少数民族比较喜欢这种比较亮的这种颜色 他们很喜欢这种很靓丽的 呃 就是 就是很深的蓝色呀 或者是红色啊 少数民族好像都很喜欢这样的颜色 这是另外的一间客房 哦 这间就是看起来是 呃 比较通透了 收拾干净了 整个墙 它是完全用那个 席包了一遍 连顶都包完了 然后大木梁 地上的瓷砖呢 是那种具有少数民族风格的那种 仿木纹的那种瓷砖 大厅里倒是没有铺啊 这是一楼整个的一个结构 来上楼看看 二楼 这个民居呀 真的挺古老的 但是建造的真不错 你看它这个木头是什么木头 呃 看不出来我也不懂这个木头 但是我我可以知道 是很结实的木头啊 然后 挺漂亮的 你看它的颜色 是不是很漂亮 整个的楼梯它都是这种木头做的 非常非常典型的一个 呃这个歹族的民居 楼梯用的都是很厚的木板 纯实木啊 原生态的 上来以后 哦又是一个大通家 这二楼 我感觉是一个 宴会厅啊 当地的宴会厅 很多的这种竹桌子 竹椅子 摆在跟前 咱们逮族人聚餐呢 他跟咱们汉座不一样 不是用那种八线桌或者是圆桌 他全部都是这种小竹桌 特别方便收纳 收起来了 就是这样一去落起来就可以啊 放下呢一个桌可以坐十个人 所以你看这个厅 他可以容纳 一百两百个人是没有问题的 今天还有一个小型的剧场 蛮好的啊 一个小型的剧场 然后咱们来看看这个房子的构造 全部都是石木 看这个木梁有多粗 结构是没有问题的非常好 没有坏的地方 他这个搭建这个木楼的总总体结构 我觉得是要会 费一些费用和 精力的 不容易弄出来的 是有机会 但我们的肌肉 是有一种肌肉 感谢观看